沒有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場大大人 這張地圖是天梯阿拉伯的地圖 那今天已經是1月24號了 也是新年的第二天了 那也祝各位新年快樂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也是會不中斷的 我們連結期間也是會繼續發片更新的 那這次的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瑪雅的話這張地圖來說的話 算是中庸也算是偏強勢的文明 因為瑪雅人的經濟運行狀況是蠻好的 還有這個永續支援的效果 再來就是弓兵很便宜 還有這個黃金國老鷹可以打 總體而言瑪雅人在戰術上選擇 算是比較多元化一點 但是他也是南美洲文明 所以打這個騎士的話還是要靠這個級兵 不然他打其他東西會有點難打 那瑪雅人的話最大特色還有這個 散彈戰毛兵 丟一隻毛的話可以變成兩隻 威力超級強 那瑪雅這個戰術之前我們的影片也有出現過 非常誇張 好我們來看一下達達 達達這個文明算是很進階的文明 阿拉伯的話算是偏強勢的一文 因為他的最大特色是可以高打低的傷害 會有在增傷 原本全部的文明就有這種高打低的傷害增傷效果 那達達的話再次我會加強這個能力 那達達人最主要的特色是打這個馬功路線 因為他城堡時代就免費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所以他一個前期的快速馬功成型速是非常快速的 全遊戲裡面是他最快 那達達人除此之外還有這個強烈的雀血可以打 他的雀血呢是造價很便宜的騎兵 而且血量高打170滴血 那遊俠只有180嗎 只是少遊俠10滴血 然後造價卻是遊俠的黃金一半而已 快要將近一半了 所以這個達達人 這個雀血怎麼使用是關鍵 但雀血的弱點是近戰攻擊比較低一點 但也不算是缺點 因為畢竟騎士血量多才是核心關鍵之處 因為他畢竟還是要靠馬功 雀血只是加減出的一個單位 那這一個對決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個人是比較看好瑪雅 因為瑪雅這個文明他在打馬功的時候 是有優勢在的 因為他可以出這個羽射手 羽射手是一個遠防很高的一個步攻單位 那這個步攻單位算是步兵喔 但跑速也是很快 而且他遠防高 自然就很容易打得你對手 達達人的馬功 但反觀這邊打達這邊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可能也不會這麼弱勢 總體而言 如果瑪雅要跟對方應換的話 我覺得可以轉一些老鷹 加上羽射手 去做一個counter 那如果轉老鷹的話 對手一定會出血血 這就是一個互相循環 那但是瑪雅人這邊也有疾兵喔 所以這邊組合 最終組合 可能會變成羽射手 加上這個老鷹 然後再加上這個疾兵的一個打配 那再狠一點喔 直接出散彈喔 散彈毛兵 然後再加上老鷹喔 連弓兵直接不出 直接用散彈砸死對手 也有可能 所以瑪雅來說的一個counter 打打的可能性是偏高一點喔 那達達這邊反而就不好打了 因為他這邊雖然可以研發 金罐喔 那這個鐵木的工程術喔 那這個戰術 點下去之後可以研發這個火焰駱駝 但是火焰駱駝是 對付騎馬單位是有額外傷害的 但是對付步兵單位跟工兵單位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打打一個特色單位 也沒有太大效果 他可以只能用他的基本的馬 跟這個雀學 做一個反制而已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現在這場比賽的配置 目前看起來 打打這邊配的配目 算是配的還蠻多的喔 很早期又開始配目了 還沒有到這個 封建時代喔 結果已經開始配目配很多了 配到7個了 好 那這邊 再決定把這個羊吃 這個吃這麼多羊是要打大肉馬了 好看起來是要打肉馬開了 好這邊 這邊 這邊 這個人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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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這麼多羊 那這位選手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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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選手 我之前有跟他聊過天喔 因為他也在學日文 那 我有去他頻道跟他聊天過 用日文跟他聊天 好 那我有跟他說 有機會我們可以一起打四季帝國 然後我可以用日文跟他聊天這樣子 但之前聊過的時候已經是快半年前了 那最近還是有在打 而且他很厲害喔 他除了會打四季第五之外 這位選手他還會彈鋼琴 藝術氣息非常濃厚的一位玩家 但我不確定他是哪國人 感覺是有點像是澳大利亞那邊 還是加拿大那邊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他同時也是超級帥哥 這位打打玩家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跟他一起喔 用日文一起播報比賽 然後用日文一起播 一場有趣的比賽 然後 我再上個中文字幕之類的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喔 然後詢問他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想看這種 用日文播報 然後 兩個外國不是日本人 然後用日文播報 然後講四季帝國 感覺好像是蠻有趣的 對不對 因為他日文程度好像也蠻厲害的 大部分他在練的單字喔 雖然我都已經練過 也知道怎麼打 但 他都可以 正確的發音出來 我覺得相當不容易 對於外國人來說 好 那邁亞人這邊 上了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點下這個 裝甲撥兵了 但是達達這邊 卻沒有點喔 達達這邊撥兵 反四千點一級木 那這邊打出來沒有要上裝甲了 這邊很明顯喔 這個 應該是直接轉小弓了 這邊木 前期就配了很多 他一開始就已經 直接要轉小弓了 不是裝甲撥兵了 這裏可能會死一吋嗎 沒有 裝甲撥兵即時來救援 這邊直接一個護打 但是雙方的一個戰況不太好 這邊裝甲撥兵是第一處 而且肉麻引到兩隻裝甲再輸出 所以這邊來到了一換一 把對方的鷹齒也換掉了 這邊再加上吹兵的護打 哇 直接把兵兵全部收光 好 但是達達這邊確實轉出了工兵喔 開始走工兵路線 那工兵路線的話 打起來會比較輕鬆一點 而且他已經有看到對方射箭槽 應該會先出工兵 然後再 如果真的打不贏再等戰毛兵喔 大概是這種流程 好 那達達這邊的流程跟我蠻像喔 先下這個射箭槽 然後再下這個兵工場 這個流程的話就絕對不會忘記 下這個一級射 好 現在是年節期間喔 最近有點冷 喝個熱糖壓壓肌 聽說台灣最近就有寒流要來 大家要注意保暖 非常冷冷 我這個人蠻怕冷 但是我很喜歡冬天 很享受那種 冷冷的感覺 好 兩隻終甲直接白給 OK 那這樣打起來 打打看起來是 應該是要慢慢農上去喔 但這邊要農上去的話 會有點困阿 因為這邊 馬來亞是有經濟優勢在的 這個資源永續的一個關係喔 所以他的這個羊肉啊 跟竹肉跟鹿肉 可以吃得很久 你看 吃到封建時代都已經十幾分鐘了 還在吃羊肉 就知道這個羊肉 腐敗的速度喔 下降非常慢喔 可以一直慢慢吃喔 那這邊果子也是喔 果子也可以吃久一點 所以前期來說 他的肉 馬亞是會多一點 所以打裝甲確實有點糾示 好 那這邊都已經圍加圍得還不錯 那這邊由於是沒有下兵工場 沒有一擊射 所以工兵也不太敢 直接大膽出去喔 因為沒有一擊射你就走出去的話 很容易就被對手抓爆了 因為對手可能會有一擊射 只用這個射程調打你 基本上就是排給 所以我的教學喔 是比較偏向於 盡量不要讓你們失誤喔 可能會稍微弱一點點 不是最極致的 但相對是好記好用的 OK 那這邊六隻工兵出來 等於擊射出來之後 才會破這個木屋 然後再去抓下面這圖工兵 那這邊要再等一下 這邊等一下等一下 好 七隻工兵 那馬亞的這邊目標 還是要盡快撒田喔 他田還是要多撒一點 好 這邊走出來 好 工兵對射 全部收光 有一擊射就是很強 他只11隻工兵而已 全部一換四 賺爛了 好 那這邊馬亞的話優勢很大 工兵又便宜 那打打這邊 越出工兵的話 其實對他越不利喔 因為他到城堡時代的話 還是要轉馬功 好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繼續打這個工兵了 所以工兵出越多的話 他勢必一定要 投資這個科技喔 上這個奴兵喔 那上奴兵的話 經濟又會差了一點 所以打打這邊 可能 希望盾手 不要再繼續進攻 然後如果他真的 繼續進攻的話 自己就要轉一些毛兵出來 做防守 因為出工兵的話 傷經濟之外 上城堡時代又不太好用 所以我開局就說 我會比較看好 瑪雅這個文明 不管是前中後期喔 這個瑪雅都一定有私宅 那打打這邊的話 打瑪雅會很難打 馬功基本上是被封印住了 瑪雅的康特馬功 算是非常強勢的 方法很多種 所以打打這邊 要特別小心 瑪雅的一個工兵路線 加上這個老鷹 都可以康特到這個馬功 好 那這邊 直接下了 工兵護甲 要來直接走馬功了 然後這邊 射箭場還沒有補 待會可能要再補一下 射箭場 39村上城堡 那目前看起來打打 有沒有第一時間 想要出這個工兵的感覺 因為如果出馬功的話 現在也不一定打得贏 因為對方工兵 是可以康特馬功的 再來就是瑪雅的工兵 造價的便宜 你去跟他換 也換不太 賺到什麼東西 你可能越換越虧 所以打打這邊 要出戰毛兵防守 然後開農的可能性 是偏高的 我覺得他防守 開農 對他來說比較有優勢一點 畢竟也比較早上城堡時代 那邊早上大概30秒左右 好 那這邊看起來 沒什麼東西可以看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就是毛兵 那這邊不丟 稍微小騷擾 小打小鬧 好 這邊一直絕境一點下 該中奧該點的還是有點 稍微再把這個伐木 控一下 不要被偷射到 好 果然是先生戰毛二級射 果然是這樣子 好 這邊生戰毛兵 然後待會直接開農血 等這個木頭 來開TC 好 那這樣子如果出戰毛狀況的話 就可能有 很有克制對手 毛兵的 好 這個攻兵的路線 因為他也看到對手 一直出攻兵喔 直接現在出戰毛兵 絕對是不虧的 好 現在有大量戰毛了 現在趕出門了 而且自己比對手還要上 早上這個城堡時代 現在有科技上的優勢 好 攻兵直接解決掉 毛兵 追著攻兵射射發抖 好 那這邊瑪雅 攻兵可能先暫時不要再出了 轉邊老鷹出來 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老鷹還有點異防 那我覺得現在瑪雅最重要的重點是 被廣告開TC出來 不是出老鷹喔 這樣出老鷹 可能會有點為時已晚 來不及成型 好 應急方案就是出頭車跟弩炮 欸 這邊再出弩炮 好 這邊直接一個對射 這邊高打低 傷害降得很慢 戰毛兵打的傷害是太高了 完全沒法抵抗 好 這邊用大量的垃圾兵 換掉了非常多弓兵 打打這邊賺爛了 但是其實上也沒多賺喔 因為這邊他早就已經開3TC出來了 直接暴農 結果你先上城堡時代 結果沒有先開農 反正先瞎大雪 點蛋倒雪 點倒倒雪的毛兵 然後遇到頭車 你也沒什麼辦法可以打得你頭車 這樣就很尷尬喔 打打的經濟就直接被拖到了 那他這邊開TC可能開這個位置喔 放在這個石頭位置 那第二個TC 看要不要考慮放這喔 但這個有點危險 因為那個在金礦前面喔 不然就是要開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可能相對安全一點點 最主要是TC喔 要守到資源點喔 非常重要 好 那你這邊點一下彈道雪之後 你這個戰毛兵 想要去擊殺村民 可能有點困難 對面頭子車出來 吐吐奴炮 你終究還是 有點難打到一點東西的 打打這邊 開始有點莽藍 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能慢慢的去做一個突進 頭車在哪邊準備好了呢 看一下 家裡頭子車沒有 都在外面的樣子喔 這裡有一台 好這邊頭車看到 要去抓了嗎 欸頭車頭車沒看到 第一時間直接收掉一隻工兵 好這邊要決定用家裡的頭車去做防守 好 這邊看到頭車直接往後側 他這邊3TC也開一下了 欸結果你真的開前面喔 這麼大膽 大膽的男人 大膽的男人 但是這邊蠻矮其實也蠻大膽的 這個TC也確實開在前面 兩邊TC距離 不到幾公尺的感覺 非常非常近阿 好然後這邊蓋個BK 哇給的壓力又很大 這邊頭車出來 喔找到一發 欸這包找得不錯欸 我們倒退看一下 然後這邊交叉火路線 哇全部殘血 再投一發 哇又中 麻雅好虧阿 好吧打打很虧阿 這邊剩下7隻欸 麻煩10幾隻戰毛兵 頭車就是這麼好用 但是也要像這樣子喔 偷襲到對手才會有效果 沒偷襲的話 對手還是可以秀掉偷使車的 好那這邊點下2隻一農 該點的農的科技都有點 那這邊可以考慮喔 要不要去下個修道院 開始來撿遺跡了 那目前肉量相對來說還算穩定 20片田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待會這邊再補一下 不到25片田左右 這樣3TC運轉就沒什麼問題了 重點是這個修道院趕快下 然後趕快按三旅出來 去撿這個聖物 欸結果是瑪雅先出喔 瑪雅要打這個聖物了 開始要去撿遺跡 那是雙修道院嗎 這裡一個 喔沒有沒有他單修道院而已 我想說打戰毛兵 才用到雙修道院有點太狠 喔瑪雅果然轉出了英勇士喔 老英、戰毛兵都可以抗合對方的攻兵路線 當然打打這邊已經把馬攻路線已經被封印住了 的一個情況下 對大家來說很尷尬喔 反正這一個是一個機動性良好的游牧民主 現在變成 想進攻也沒辦法進攻 想防守也有點機動性不足 反正是瑪雅這邊老英跑得快 然後又可以康特攻兵喔 這樣主動拳就變成瑪雅的手上了 而不是打打了 以往都是打打做一個主要的進攻騷擾的一個文明喔 但是他現在只能被迫防守 因為打打防守來說的話也沒有特別強 一定要出到這個雀削之後 才有可能抵擋出這些老英 這邊稍微秀一下操作 哇 秀得不錯喔 我們稍微去看一下 這邊頭子車想用砸 欸砸歪 頭車過來救援 第一時間操作 哇砸了之後空 空 空生旅 欸秀得蠻漂亮的 瑪雅這邊打得很不錯 這個細節控制喔 真的是要放慢速度才看得懂他們在幹嘛 好那這邊毛兵 應該也做不到事情喔 稍微在那邊站崗一下 看有沒有大挖石頭 那目前瑪雅完全沒挖石頭 所以走羽射手路線是偏低的 但是他應該會有意識到 可能對手 不會是出羽射手路線喔 兵自己是出毛病 那這毛兵絕對不能出太多 因為出太多的話 對方轉老英就直接GG了 但是他現在轉生旅的話也會GG 因為生旅也打不贏老英喔 而且老英對生旅有外傷害 而且還有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生旅絕對是沒法抵擋住英勇士 這也是為什麼老英國會很強勢的原因喔 這邊砸一發直接收掉 OK 暫隔了幾個單位 很可惜沒有人再砸一發 但還OK了 那打打這邊趕快蓋城堡 要出屑屑了 才能擋住老英了 屑屑趕快出 便宜的騎兵單位 那大會還是要下馬就點一下平總跟跑速 屑屑趕快按 屑屑 蓋這個高地堡還不錯 防守性質很讚 對方沒辦法直接衝TC喔 你們看這個屑屑喔 血量110d血 還沒點精銳喔 欸 他基本是九攻欸 還不是八攻喔 那傷害其實蠻高的 這是屑屑的一個優勢 就是一開始有二元吧 痾 但是他的這個造價 跟老英來說 還比較便宜喔 確確只要40黃金 老英還要50喔 便宜他10塊錢 然後血量是100多滴血 那老英的話 雖然食物消耗少 但只有55滴血 但黃金消耗少之外 確確還可以搶黃金喔 每攻擊一下 可以增加一點黃金 所以打到後期的話 黃金量 打打可以省下更多資源 這樣對打打來說是件好事 好那這邊打打被迫 轉出雀雀之後 沒辦法上帝王十代 反而是媽媽這邊先上帝王十代喔 因為老英需要的弱量太少 所以出這麼多老英喔 也不會太傷到經濟 這邊有幾隻毛兵去做 一個騷擾動作 這邊開始轉出了長槍兵 但是家裡有僧侶喔 僧侶就可以抵抗出雀雀的騷擾 好 欸這老英好惡法 好 確確直接過來解一下 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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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稍微 對打了一下 還好 他這樣打起來其實一隻雀雀 不到40黃金 可能才30幾塊黃金 因為這個 雀雀會攻擊喔 攻擊單位之後就會賺錢 所以平均一隻雀雀造價應該是落在35塊左右 35至30塊左右的一個價格 相當便宜 所以雀雀這個單位我是蠻喜歡的 雖然攻擊力不高 但是造價非常便宜 金瑞英勇士直接要用數量擰壓對手缺缺了嗎 好像有可能喔 這邊直接蓋高地堡 哇這個高地堡蓋起來 鬼天滅地 拉拉這邊可能會有點難守 左邊這個戰防邊繼續在戰缸 看一下有沒有來拖撿生物 看起來都沒有來撿 還是其實有來撿喔 被射死了 有沒有可能 這邊金瑞英勇士9加1傷害 三級版甲關博 那金瑞英勇士三防之後防禦超誇張的 防禦遠防8 哥德衛隊的防禦也是8 但是還要再多加兩防 所以遠防到死 那英勇士有8 而且又跑得快 那他跟哥德衛隊一樣 非常害怕近戰單位 這邊圍得還不錯 直接圍一個大石牆 然後加一個防守 直接堵住這個門口 上萬人直接開始蓋這個城門 稍微堵住了 這邊又城堡 那這邊雀血防守要稍微小心一點 二級攻點下 先升攻擊沒錯 這裡升防禦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攻擊力 攻擊力高就可以快速解決掉對方的老鷹了 好那這邊還點下金冠黃金國 麥亞點下黃金國之後 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 就可以稍微的 跟這個雀血喔 對抗一下 對抗 但是這邊如果 打打野出金隊雀血的話 血量又會再飆升喔 非常誇張 而且現在還沒有品種 我品種的話就已經130滴了 OK 英勇士升級黃金國 這一隊出去 可能會造成一些傷害喔 右邊這邊 可能要趕快圍一下 有沒有圍死 哇有欸 我覺得非常安全 阿阿阿怎麼有兩隻村民在外面 在露營 好那這邊直接攻破這邊房子 萱萱在旁邊 在裡面做助手 直接到外面包抄 這邊先升級金略萱萱 那家裡的梯子應該是要爆了喔 快要被射爆了 頭子車還沒有層出來 這邊有點卡人口 好三級攻點一下 那雀雀這邊 趕快要點三級攻 三級攻很重要 可以直接加上兩攻喔 好先點品種 再點跑速 今天雀雀直接加上 140 喔原來他是160滴血喔 不是170阿 錯了 好170是那個駱駝 然後沙拉森是駱駝 記錯了記錯了 缺血160 倒價黃金 30幾塊 還是蠻便宜的啦 還是很便宜 160滴血 游侠也才180 對不對 差20滴血 造價又是游侠的一半 非常坦 但是沒有一個後 後勤鼓勵部隊喔 對沙拉來說還是會難打一點 那這邊沙拉的想法是 用戰毛兵去解決擊兵喔 然後再用缺血去擊垮這些英勇士 那這個做法其實來說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這個組合 不太好打 因為你要去手動碰去打擊兵的一個狀況 而且戰毛兵攻擊速度又慢 就會變成一個這個狀況 會非常難打 最好的方法是出點無跑 在後面串燒 會更好一點 然後這邊應用是鐵上的硬戳 巨星頭11第一時間被打爆 巨星頭11可能快受不了 城堡應該也快守不住 這邊老一拿到一個高低優勢 卻卻被戳爆 血量都很殘 但這邊兩方的血量其實有點低 那這個城堡能拿下來嗎 還在修理 修的時間其實有點久 但是巨星頭11只有一台的關係 所以這個城堡那麼快就爆炸了 這邊繼續再用這個箭矢輸出 打這些擊兵效果其實還不錯 這邊三攻好了之後可能就有機會擋下來了嗎 冰勇士加上雀雪這一波 喔 直接直接戳了過來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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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雪直接殺他出來 黃金跳得非常快 黃金超級多 但是肉不夠了 這裡的肉量其實不太夠 切出雀雪最重要的東西 是要大堆的肉 才可以應付這些產能 這個產能開始有點跟不太上了 三豬現在戰毛筆來防守一下疾病的進攻 好像這邊三劇頭出來應該是沒有懸念喔 這個再多人修可能也來不及修回來 哇 城堡修不回來只能選擇撤退 那家裡村民也是有在繼續要 但是現在是雙TC喔 最好是後面再補個TC出來 那現在也沒木頭也不能蓋TC 現在打打非常窮 那媽啊這邊經濟依舊很好 現在連三級射都點下來了 大衛可能是要來打那個 強奴之類的喔 或是羽射手 那現在打強奴的話可能會打不太贏 所以打這個散彈戰毛好像也不錯 可以counter對方的毛兵之外 打這個雀雪雖然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有散彈效果 還可以多多超少加點傷害的 這邊巨頭直接架起來 準備要來開拆第二座城堡 是巨頭 哇 直接扣了三分之一耶 快要到三分之一的血量 這邊雀雪努力再繼續出 如果沒有城堡就沒有雀雪喔 現在這個是打打需要注意的事情 沒有雀雪的話打打絕對是守不住 哇 這邊很想要蓋這個高地堡 直接後面吃掉了 但吉兵在後方 戰毛兵直接上前去解決這些戰毛兵 但這邊雀雪的防禦效果實在太好 直接又挺爆前線的老鷹喔 哇 這邊老鷹直接被吃光 但是後面城堡也掉了 這幅進攻來說成做得不錯 而且城堡一定要被蓋起來了 這應該是能蓋得起來沒問題 這邊拖拖拖 能蓋起來嗎 98.98 蛤 差可以吧 好 雀雪直接硬桶前線的疾兵 加上巨型投資機 差1%就蓋起來了 有點可惜 哇 村民出動了 我來敲最後一下 這邊村民 當暴民了 出外 沒空好 完蛋完蛋完蛋 現在城堡只剩一座 雀雪的產能非常的慢 但是自己其實也沒太多肉 可以繼續做生產 但城堡的產能其實差不多 那這個城堡蓋起來之後 這塊心也被幹走了 那雀雪這邊黃金樹還是非常多 哇 1000多滴 1000多的黃金 但家裡已經被老鷹塗光了 聰明樹只剩75村 在這邊大開戰的時候 這邊又留了一些老鷹進去做處理 這邊村民其實剩不多了 左邊這邊進攻 疾兵繼續碾壓上來 老鷹果很難纏 這裡沒有馬功 沒有辦法對這些疾兵造成大量傷害 但是出馬功的話 打英勇士又打不太贏 變瑪雅這個寶推相當成功 一直屬於一個主動優勢的狀況 雀雪一直想要屬於 但是一直沒機會 可能要拉個小隊友去後方 把他家裡騷擾 才有機會 這邊直接開閘 雲頭直接出來 直接想要反擊 下面這邊 現在門戶大開了 英勇士隨時可以進去做處理 這時候打打轉出火槍 火槍打英勇士幾 冰凍好用 所以應該要早點轉 那現在轉出來 好像有點為死一晚 好把自己的所有黃金消耗掉 火槍兵一出來之後 還能繼續打嗎 確實 持續在抖動 火槍兵 火槍兵 無情輸出 這個城堡直接被解掉 哇 掉城堡 城堡蓋不起來 但是三軍一頭 快要解決掉這座城堡了 還有段時間 城堡血量還有四千多滴 正面雀雪直接開打 幾兵老英傑上來硬戳 哇 這邊看起來有點危險 這樣還能打得贏嗎 蛇命直接大開戰 雀雪加英勇士 這裡傷害非常的猛 完蛋 這裡看來打贏了 瑪雅直接刪巨頭 拆不下來 哇 雀雪又守住這一波 後面還有火槍兵 要戰毛兵的輸出 居然就擋下了瑪雅第二波攻勢 但家裡又是一片 兩級啊 這裡大量龍田都沒有人可以種 三十片田 現在可能要想辦法把家裡的田搶回來 沒有田的話就沒有 雀雪喔 沒有雀雪也沒有火槍兵喔 但現在問題是沒有黃金喔 因為這個火槍兵造價實在太貴 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瑪雅還在繼續打嗎 這塊黃金要是想辦法拿回來 那邊這塊黃金也被偷挖 瑪雅這邊挖爽爽 用這個資源消耗在瑪雅是比較範長的 瑪雅第二波進攻 防守 老鷹加幾兵進攻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後面有一些瑪雅穿人過來想做個包夾動作 這邊包夾第一時間去後面包後面的火槍兵 瑪雅絲這邊無情輸出後方 正面的瑪雅全被幾兵都要倒地 入一個大混戰 瑪雅直接戳爆這些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全倒之後 直接兵敗如山 全面敗 瑪雅 瑪雅只剩少量幾隻 火槍兵只剩幾隻 大量瑪雅跟幾兵直接咽了上來 火槍兵想要繼續做一個甩槍動作 這邊打打人在再戰十年嗎 感覺有點困難 哇 硬模式直接到後方想來圖村民 這邊村民大量都在發呆沒有在做事 這邊剩少量缺缺 可能有點難防守住了 火槍兵趕快盡快到後方想要做防守 但這邊大量村民已經倒地 這邊打出了GG 哇 瑪雅果然還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打打應該是很慘 因為這裡太久了 大本營這個田都沒有在種 那金礦也是被慘挖 雖然打打這邊有這個聖物優勢 但優勢也變不大 那這個經濟後期太慘了 畢竟瑪雅的經濟永續支援 時間打越久對瑪雅越有利 所以就必然會造成這個結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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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